打开柜门 电源线穿过电源孔 接入地线 零线 三根火线 打开总电源孔 电源开关 试炎台总开关 点击工油开 工油电机启动 观察电机旋转方向是否为箭头所指方向 若方向不对 点击工油关 关闭 关闭试炎台总开关 断开总电源 更换任意两根火线 再次测试电机旋转方向 直至旋转方向正确 关闭柜门 关闭柜门 向外倾斜量杯架 依此与似穿入量杯 搬转转量杯 与伸舍 穿入量杯 不可按压装乳 容易损坏凉杯 放入标喷 控制盒线一头连接O2式引台 另一头连接控制盒 此处加住柴油 打开试验台盖 加住机油 装加油泵 打开试验台总开关 打开控制盒开关 打开控制开关 旋转设定油温调节竖直 柴油温度会保持在设定温度左右 旋转即次调节 可设定技术 点击供油绿色位置可供油 红色停止供油 点击正转 选择电击旋转方向 此灯亮起 旋转左调速可设定转速 按下左调速 左调速指示灯亮起 可在试验台调整转速 左调速随意旋转一个竖 可继续使用控制盒调速 点击停止 即可选择反转 关闭控制盒 控制盒右边同左边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 可选择走控制台与右控制台 推动及油箱配合使用 其油箱可旋转180度 上下调整高度 油箱需要气压 连接气管 测试前打开气源开关 压力大小可通过气压阀调节 旋转油压阀 调整高压与低压 机油插口加接油管 旋转旋钮至正转回油 反转公油 两排插口为12V与24V电源 有紧急情况 按压急停 平止试验台工作 处理完毕 转速旋钮要调至0 转出急停 打开公油 选择旋转方向 等待流量稳定 点击开始计次 测量完毕 垂直量杯读数 倒出油 后续测试同上 测试完毕 调速循回0 点击停止 关闭公油 关闭控制和开关 关闭是眼台总电源